郡子从泰国回国了,可恶的蘑菇包围郡子,抵制私生 郡子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裤兜里是什么,是六棱罗姆吗? 在小城夏天陪你一见浪漫,晚风吹过海盘 你显得很好看,灰熏的傍晚,时间若奔满 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你一般 这座城市用我的思念和喜欢,冷热的季节,以你而梦幻 郡子发在抖音的泰国旅游Vlog,配的音乐是小城夏天 这首歌最妙的就是歌词,郡子去泰国是春天不是夏天 而歌词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 那个夏天是20年夏天,小城只恒电 而今天是电视剧天涯客开机一千天 我很难不连想到郡子是纪念他在夏天因为在恒电拍摄天涯客 遇见了终生伴侣哲瀚,并相爱 哈哈,他就是故意的 郡子在纪念日一千天卡点十点,虽然差一秒 但是他想表达的我们都懂 郡子看着哲瀚笑了,他也笑了 这不就是爱情吗 狗狗害羞 有橘子发现,在精彩OK杂志方面上印有泰格尔的诗 原文是,for her,郡子悄悄地改成了him 语音中透着小小的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